春至何开 草发芽 各位名工笑哈哈 学徒不把别人表 一步随后说鲁达 说鲁达来到鲁达 鲁达在舞台出了家 他在那东京巷国寺 就把泼皮们打 把参天的杨柳连根拔 振服着群晓心害怕 演习缠障神为发 一条水墨缠障舞的正好 呼听得墙外边有人不住的喝彩 连声就把他来夸 这至深收住了招式 随同的众人抬头看 见墙外边有一个人 足蹬着短墙 伸手又把凉棚搭 观此人 抓着筋的头巾裹鬓发 身上穿绿罗战袍绣团花 打红中烟 造靴就在足下榻 有一条双头尾的银钛在腰内扎 往脸上看 生成的抱头趁着还眼 原文上写呀 燕还虎须 满布的钢盏扎里又扎沙 手拿着一把西川的折扇 为了叫好顺手就往玻璃插 纵身跳过短墙内 抱拳拱手叫声师兄把话答 我爱师兄吴义豪 我爱师兄本领家 不知道师兄因为什么 败在连台下 为什么相国寺内来出家 真名师姓对我讲 从头至尾把话了 鲁着身 观此人 真潇洒 摔家到有心结交他 说既是这位兄弟你问下 你听我 从头至尾 把我的心事对你来表达 若问家来 家到有 若说无家 却到有家 高山上点灯名头大 大海里深处去栽花 若问我的名和姓 苏家名字叫鲁达 想当初 关西路上 捅人马 魏州城内做提侠 那一只闲暇无事干 长街之上忽溜的 碰见一个好朋友 叫九文龙使进 我约他茶馆以内去喝茶 走得半道 看见有一人把拳打 原来是打虎将李忠 长街卖一把药发 皆因为啊 他是使进的老师傅 我约使进喝酒 才叫上他 三个人 酒店以内才坐下 又来了金老妇女 哭哭啼啼泪滴答 他二人哭得我好心烦 叫上二人把话的 这一问才知道 感情是正途大恶霸 把他妇女来欺呀 当时怒恼人三个 李忠使进雨摔家 我暂且就把怒火来压下 第二天清晨我去肉铺子 找新他 到了那儿我先让他把瘦的气 跟着再把肥的喇 这正途天生的软的气来 硬的怕 陪着笑脸把话发 他倒说提侠 瘦的府里边包魂的 肥的您可做什么 我没气假在三分劲 瞪着眼睛把脸子拉 我张嘴就把正途骂 骂完他的爹 我骂他的妈 几句话骂的正途 臭了性 抄起钢刀药把我来杀 长截之上把钢刀踹 伸手就往伸下压 抬起手来 头一拳子往下打 这小子挨打把大话了 他倒说 鲁达你打 你打 打不死爷爷 今天我骂你的全家 那时节我一时怒恼 二拳又把他来打 这阿渣 改口让我饶了他 你说他奇葩不奇葩 是鲁爷我恨他不过 三拳又把他来打 这一拳坏了 太阳穴上开了花 也是这小子气心大 一赌气回了老婆家 自知打死正途 祸闯大呀 这才连夜逃出了 未溜成亡命走天涯 带周成燕蒙 观赏抬头看 话影图形 周成俯现把我来延拿 置身这里头正关榜啊 又来了金老把我拉 他倒说 恩贡林的胆真的 还敢再次细观察 随同的老汉回家转 咱们家中再去许根牙 跟随着老汉到家下 他妇女跪倒 要把我的救命之恩来报答 这个金翠莲的丈夫 赵原问 我替他就把五台山来上 这才在文书院内出了家 至真长老收留我 更名至身 坐在一座 美莲花 头上去了三千发 身上更了着锦家沙 每天沉中目骨念佛发 我在这庙里头是把斋吃素 受管辖 那一日偶然我把山下 来到了五台镇上一酒家 这酒家他倒对我说 庙里的有明文来世相 遇见五台的和尚 不许卖酒许卖茶 我倒说 你要知道 技工 他也是酒肉穿长过 为什么高窝连台活菩萨 我也不管酒宝 跟我这叙叙叨叨来说话 伸手就把酒坛抓 这一顿 吃肉喝酒 真爽快 不由得至身笑哈哈 带罪 山门回来的快 半山亭内观烟霞 真山真水 真没景 不由得至身好醒发 那时借的酒星 要把全来傻 撕去了僧一窝把架上了 而冲冲 就听着 劈着扑齿一阵响 紧跟着就是七尺带咔嚓 半山亭的柱子不斤 我一瞧啊 这工程也是他娘的豆腐 带罪又把山门打呀 众多的神像被打他 舞台的和尚被我来打瞎呀 哎呦 至真长老吴姬呢 这才写些一封书信 罚我东京去京华 下得山来 桃花庄呢又把闲事馆 洞房以内把周通拿 小霸王周通哀了打 回山搬来了 打虎将李忠 带领着楼楼下了一座山桃花 我弟兄桃花庄上见了面 逼着周通 这才退婚认了罚 他二人约我山上去入伙 我官二人倒向井底洼 趁他二人不留神 偷了些个金银 这才滚山崖 下山以后来到了瓦冠寺 又遇二寇 崔道成 邱小乙俩打一个就把我往当家家 那时节置身府内无师 身不利 怕吃亏 瓦冠寺外走了砸 没想到赤松林使劲来点净 我嫌能够想到在这遇见他 弟兄二人吃饱饭 抄家伙二次回庙把贼杀 那时节 崔道成一命赴阴曹 邱小乙 呜呼哀呆也奔了找挖了 我二人火烧瓦冠寺 我问使劲 他倒说要回转山绍华 二人这台分了手 我购奔大象国寺太原以内 来安家 众婆皮来捣乱 喝 这帮小子 虎口咽敢把虚拔 我是大发神威就是两脚 这哥俩 分池子以内洗丧拿了 那时节 我把神威发演习禅杖又拔 参天的杨柳连根拔 正是我这禅杖演的好 又来了 喊好 知人 是尊家 既是贤弟来到此 快坐下 我不知你喝不喝酒 爱吃啥呀 我的心是对你来表明 现在我有一言是要你 回答 这里头啊 有一个事得跟您说 跟这个老艺人学这些个古词吧 你们不要这寄贡 寄贡呢 卤着身没赶上 刚才这里有一句寄贡 我为什么没改这句呢 因为你要单把这句拿去 我还背不溜了 从小听这个发花哲的这个 最大山门 这是后边连着 到菜园子 那么你把这句单拿出去 那点保不齐吃栗子 寄贡呢 李修元是南宋人 这个卤着身是北宋人 所以鲁着身嘴里说不出技工来 但是老艺人呢 他不管 就这么给您往下背 这里头有一句原文 您也得注意 就是林宠啊 这模样 为人把这段搁到这儿 对鲁着身算是一总结 因为林宠出来了 这个书可就好了 豹子头林宠给我们的印象 包括洋画上画那个 都是按着京剧那个造型 武生英功 也不挂染口 漂亮人物 那么林宠实际 您要按原文说 抱头还眼 艳海虎须 要不怎么叫抱着头呢 这模样在这儿呢 说实在的那模样 比鲁着身还凶呢 武艺也好 在前外边也叫好 鲁着身这人呢 本来就好人类风 一瞧这英雄气概 好 顺短墙 窜过来了 这是谁呀 模样不错呀 他懂吗 我这招数 我这能耐 你别拿我当李忠 打把是卖艺的 张三李斯一条 用麦 这是什么 这可了不得 这干嘛的 八十万进军教头 林宠林教头 好 抱子头林宠 有耳门 有耳闻 不仅有耳闻 跟他们家大人还认识 林宠这个就过来了 林宠喜欢坏了 为什么 打外边 瞧 瞧着这残障 这分量在这 你得琢磨 自己拿得动 拿不动 倒跟前一抱拳 大师傅 您这个武艺太好 原文学耍得好气息 为什么要说这句 这是林宠自负的地方 就是林宠的履历 并没有卤着身大 这残障 你要给林宠练 练不了 这跟他的体格履历有关系 但是为什么不说 大师傅 您好本领 好拳脚 好武艺呢 你要真说拳脚武艺 咱们这套书里的 林宠是第一人 就是鲁大师 也得稍微往后的寸寸 八十万进军教头林宠 那并非是浪得虚名 确实本领好 跨下马掌中枪 没有能打得过林宠的 可您说一回败仗没打过吗 也不见得 您就往后听 鲁着身跟林宠都打过败仗 那么打着说 爱惜他这条缠着 所以说耍得好气息 太喜欢了 张三李四一瞧 好这是 荆棘之地有头有脸的人呐 太日高求之下第一虎将 林宠为什么 丑见鲁着身这么兴奋 也跟这有关系 就是说他不太得志 书中暗表 你要听了前文书 您知道 太日高求之能 是在杂耍上 哄着皇上玩专家 帮败仗的行 因为出身就是那么个出身 你要说现代话吧 高求 陪着您 逛逛京城 什么好吃的小吃 知道 什么好玩 知道 这行 您说当这个 经营殿帅 指挥打仗 排兵布阵 演习操练 外行 那两下 拳脚的就更甭提 高求会点 那也二把刀 房进走了 林宠呢 有能耐 正是大展宏图 岁数也好 但是呢 高求压着 你要是把这林宠 捧得太高了 那不就把高求 给比下去了吗 所以高求呢 不明白的时候 还得问林宠 这怎么办 这怎么办 可是听完之后 他不说林宠说的 他说是他的发明创造 就是剽窃跟剥销的意思 官大一击 压死人 高求手腕使得又好 打一巴掌给一枣 打一巴掌给一枣 好几次了 暗含着 把高求的这个履历 一调查呀 哎呦 合着就是原先 小的时候 老说那个 泼皮高二 就是他呀 好家伙 轰出遍良城 又回来 这回当个太狱了 这家伙还了得 打心眼里 瞧不起高求 可又归人家正管 同时呢 高求这个行为 又太恶劣 广压着林宠不说 还提拔一帮 没能那的呢 甚至有的官阶 还高于林宠 林宠更生气了 可你说辞官不做吧 好不容易 熬的这份儿什么不容易 每日里呢 郁郁寡欢 这是英雄不得志的意思 为什么他瞅间 鲁着身兴奋 他这个能力 没地方使去 也碰不上 跟他同级别的人 哎 真没想到逛庙 这逛出去和上来 嘿 和上给能力 瞅这意思 看口匹敌 我得交这朋友 所以是 诚于忠 而表于万 对和上特别的尊敬 这个客气话 一说 鲁着身 好吃捧啊 鲁着身 打年轻的时候 就这脾气 客气了 一听介绍 这还八十万进军教头 林教头 我跟您打成一人 有个老林提侠 是您什么人呢 那是家父 对了 我认得你爸爸 我小的时候 跟着老重庆里 到过东京边梁 很受老提侠的提拔 还交过我两手 你瞧 林宠 跟这个王进一样 都是子弟兵 加大人就在部队上 没想到您还认得家父 跟贪跟钱 用过功 受到过教诲 太好了 来来 坐坐坐 跟别人不能说 跟你能说 我呀 贪点棍死 啪啪啪啪啪 把自己的经过 大概跟林宠 这么一说 林教头一听 哼 没想到 这是为困记的英雄 哪知道这么大的能耐 困的庙里头 一个菜园子 当个菜头和尚 要比他呀 我还算不错呢 各位 说这么大林宠 能有这种 小福吉安的思想吗 有 他要没有这种思想 他厚的这些事 就都不成立了 那要是搁着鲁子身 李逵的脾气 头一回碰面 那高严内就死了 那必死无疑啊 所以林宠这种思想 是根深蒂固的 为什么那么多人上梁山 单独要把林宠这段拿出来 要写逼上梁山 为事所逼 为事所己 血液上梁山的时候 那确实心情太复杂了 现在他一听 鲁着身 深感到有点同病相怜 想到他就想到自己了 自己你别看八转进去尿头 不能遂平生之治 即使您也认得家父 跟老爷子也学过武 我看您这能力又这么好 那么我有个不情之情 我打算 跟您结为异性手足 您看好不好 什么叫结为异性手足啊 张三说 大和你怎么的 拜靶子呀 你说拜靶子不就完了吗 没当和尚 说净拜靶子了 拜拜拜拜 这有的是酒 有的是肉 来 鲁着身这人脾气 那您瞧瞧 多直爽啊 喜欢林宠啊 一跟林宠聊得来 拜把兄弟了 那您要听京剧 野猪林这地方 和尚跟林教的 俩人往这一跪 你得说说谁大谁小啊 您听袁先生跟李少春 李先生那词 俩人我三十二 小弟虚度二十八秋 一三十二 一二十八 这样说你是兄 啊 你是贤弟 啊 俩一乐 拜把兄弟了 你要看原文的鲁着身多大 没写 但鲁着身大 鲁着身是哥哥 这个林宠可写了 原文写 八尺长短身材 三十五六年纪 戏着为什么要给他捡几岁呢 编戏着有他的目的 他得把这些普遍的岁数都拉平了 都差不多 这样好在宋江那岁数上找情 都得管宋江叫三哥 后来朝外没有了宋江是大哥 那么有的人要比宋江岁数大呢 也就跟着一块叫大哥 就这么个意思 这里唯独呢 也有些个乱子 你不要周圆周润 这爷儿俩 爷儿俩可都管宋江叫三哥 一百丹八将也拜把兄弟 他们亲叔职 你还谢人谢宝这好办 是亲哥俩 孙力孙心这都好办 就唯独这个周润周润 这是爷儿俩 你们家都怎么拎去 这不管 在工作单位 全都拉平 都管宋江叫三哥 全拜法兄弟 那没法子 所以这个要原文写呢 卤着身呢 大概我算了 根据林宠这三十五六呢 也得三十八九四十边 这差不多 跟他这个履历也有关系 您想在关系路上 当兵当那么多年 又当提侠 他你混到这一定级别 你这岁数不够也不行 所以四十岁上下是合适的 两个人 搓土为炉 插草为香 对拜八拜 这是八拜之交 法兄弟 再起来 哥俩这一坐 大家伙往上这么一围 连种泼皮 自己心里头都有个反省 怎么 前些日子还土活活 土流氓呢 没想到 短短的几天 结交一个 有道的高僧 宛若神人的能耐大 跟着他 以后菜园子不如正规管理 哪知您想忍着吧兄弟 就耍会儿缠着 您想你结交着朋友 小哥的一条 以后跟着忍着忍 混咱算行了 这哥俩这喝上了 那喝酒聊什么 都是习武之人 可就是聊这个 枪棒拳脚 两个人一聊啊 哎呦 林宠太高兴 你别瞧 鲁之身这人是个粗人 但是性格直爽 本领高强 他能聊出道理来 林宠爱听他说话 这些日子心里这个不痛快 打这说 荡然无存 抛于九霄云外 林宠跟鲁之身都是海量 两个人这一喝酒 一高兴 一聊这武艺 聊得正在兴头上 正高兴的时候 外边啊 有个小丫头 巴着这个墙头啊 探头探脑的 往这院子里瞧 急坏 满脑袋都是汗 接着直哭 一瞅见 林宠在这院子里头 原文写坐槐树下 大槐树底 阴凉地正喝酒呢 这丫鬟可不干了 哎呦 官员 您还这喝呢 出担命啊 那说这丫鬟谁 这丫鬟叫锦儿 这林宠干嘛呢 林宠今天是游庙 跟着媳妇林娘子啊 在隔壁月庙还院 许的什么院没说 反正是来还院了 逛庙的呢 人多 咱说了 林宠这人呢 这些人的心情不好 看着这人多的地方乱 打这过呀 墙祸子往里探头 和尚那正耍谈杖 他又好奇这个 就跟媳妇林娘子说 你带着丫鬟你们还院去吧 我就这等你们 一会出来还在这找我 经常两口子出去逛这种场景 一般男同志不爱逛 我小的时候就看这场景最多 为什么 老是我母亲进商场逛 我爸就在门口抽烟 他不进去 你逛一个小时也是啥 逛俩钟头也是啥 多在你出来 多在俩一块登车回家 所以林宠呢 带着丫鬟紧儿 说你陪着 祖母陪着林娘子 你们逛去 逛完这找来 说好了这找啊 丫鬟还得回这来 敢看见了 翻墙翻过来 着急 一说出人命 林宠慌了 林宠把酒碗一撂 猛人间站起身形 走到墙边上 你让什么 怎么了 您快瞧瞧去吧 祖母啊 碰见一个歹人 这个歹人 拉住不让走了 啊 林宠一听 哪的事啊 胆子也太大点 头一样说 青天博日朗朗乾坤 逛庙的人这么些 公然的就敢调戏梁家妇女 二一样 你瞧就是谁的老婆呀 八十万进军教头 林宠的老婆 你也敢拦住不让走 你倒回头跟和尚说一声 抱着头 啼啼啼啊 一撩自己的一声 抖一下纵身形 上短墙了 上来往下要抱 回头这么一瞧 鲁志申也站起来 鲁志申喝多了 因为他没来的时候 鲁志申已经喝一顿了 这帮人架着鲁志申 鲁志申捏鞋盖布 怎么意思啊 什么时候啊 大哥 您坐着 有人拦着您低背不让走 我瞧一下去 你跟他说干嘛呀 你直接去不就完了吗 跌了腰往下一抱 拽起来 这个丫鬟 紧着就跑 这姑娘跑得慢呢 那就等于拖着走啊 直接 奔庙里去 好在不远 三步两步进庙 有个五月楼 整在五月楼这楼梯 这儿 林娘子在楼上的往下走 楼底下有这么一帮人 楼梯口这儿 这伙子人呢 手里拿着几宗东西 原文上写得好 粘杆 粘网 粘鸟的这些东西 就是一帮玩闹的 正当中有一人呢 正背对着外头 脸儿冲着楼梯 扎着这手 小娘子 我这都说半天了 怎么不开面呢 忒死性 没别的意思 五月楼上 往下一瞧 风景甚好 您哪 别着急回家 上楼 咱们说会的话 关一关警致 这个大白天 这能用什么呢 没有什么出格的东西 走走走走 紧着往上哄 他们人多呀 这楼梯口一把把言了 林娘子几次往下冲 冲不下去 又不能发生肢体的冲突 好 宋长的礼教他了不到 你要知道中国礼教最厉害 那就是从宋朝开始 在唐朝跟五代的时候 这个礼教不是那么严 比较开放 您从那个服装上 就能瞧得出来 那个女性穿的衣裳上 宽宽大大不说 这比较开放 比较暴露 你到了宋朝了 好 这不成了 哎呀 这一下成出天下 礼教盛行 所以男女受受不侵 从整个社会舆论 这人的思想的根源 沾一裸袋变为失节了 那林娘子急的 门门直哭 米的马的直掉眼泪 上上不去 上去他真跟着上来怎么办呢 谁跟他聊啊 就得往下冲 冲又走不了 接着直跺脚 打老远一瞧 林宠来了 可来了救星 嗷嗷之叫 林宠一瞧 媳妇让一帮流氓 给困在这儿了 那是勃然大怒 三十三暴跳 五零豪气飞鸿 两台阳穴冒火 顺着厚薄冷的 蹭蹭直蹿黑烟 把林教子 剃得成把火罐了 林教子心话说 哪来的这么一帮人呢 这是找死啊 离这老远 可就不管这丫鬟 紧儿了 登登登 迈步往前闯 一边跑一边喊 哪里来的黄土 青天博日 调洗梁家 女子 那是梁人之妻 到了这个人群这儿 把楼梯口这帮小子 回头小子 就当家这没看见 这帮人回头一跳 好家伙 抱着头林宠来了 林宠在当时的东京 变梁城 多得万 不认识林教头的人 不多 吓坏 伸手要拉当家这位 当家这位还不履会呢 后边这喊他也没听见 为什么 酒不醉 人人自醉 骰不迷 人人自迷 这会俩眼看不见别的了 竟瞧这林强子了 俩眼直理解 后边来一人 要跟他玩命 他不管那 还说呢 林宠到的身后 用手一板的尖头 这手一钻拳头 哎 卡打 这一拳要下去 咱刚才说了 这要换鲁智 也不管你是谁 就逮一下 哎 谁谁 李逵呢 拿着班府 排头砍去 说把这扔去 拿拳打 那多不解气 直接把铺就给切了 就完了 切开量 那了就 武松也悬 过谁也活不了 唯独到林宠 您得知道 林宠这性格 这就是他的弱点 把这人一板尖头 往怀里 这么一来 这人一转脸 一举这拳头 啊 愣没打下去 高崖内 本管太狱高求之子 这地方深奈案 写的好 搁着这 要说这孩子 哪来的 哪来的 高求的书辈兄弟 本身这个孩子 跟高求一辈 长得漂亮 整白酒 那么是高求的男宠 这个高求啊 还有特殊的爱好 断秀之品 于桃之号 男的女的全喜欢 这书辈兄弟呢 高小三 他高二 是他三叔的孩子 他呢 把他收在府中 你这个书辈兄弟 老在书辈哥哥家住 这算怎么回事呢 说不清楚 这孩子岁数小 高二就把他认作 明灵义子 这是他乱伦的地方 为什么要这么写 实际研究水浒的人 查钢剑 翻历史 没这么拔公式 高求人也有儿子 高求也有兄弟 哥哥兄弟都有 确实在家行二 他们哥们都排这单理人 这辈儿 他这求不单理人 一个求所的求吗 他们这个弟兄 都是一单理人 这个即便 他这个书辈兄弟有 也不可能认干儿子 为什么十年要这么写呢 金生探先生 批这点就说了 这就是给他添恶心 拿着屎盔子 愣往他脑袋扣 不是你的事 也得往你身上扣 可是人家这么写 咱就得这么说 咱不能按历史说书 你要看三国水浒 西游红楼 历史上都有点影 但是都不能完全按历史 尤其三国 三国呢 真人真事 真名真姓 最像历史 甚至于说在过去 人都没有文化的时候 就拿听三国当历史书听 他就认为是那么回事 实际跟历史上呢 有所出入 但您听书不能较真 咱们也得这么说 何点书比兄弟 任干儿子 在东京汴梁城 仰仗的干爹 得了一个美号 叫花花太岁高雅内 雅内怎么意思呢 雅内呢 是禁卫官的名称 你要在唐朝的时候 负责官长的这个安全 说现代话吧 警卫 称为崖内 这都是禁人 但是到了唐后 后唐 就是唐唐 五代十国的时候 公为之变太快 也就说太乱 这皇上恨不得天天换 今儿这位还皇上呢 过两天那位就把他窜了 基于这么一种情况 这个警卫啊 不敢用外星人了 所以是当官的 和主公 够君主这级别的 警卫直接 就用本族的子侄 到最后啊 连远点的都不成了 就得用亲儿子 亲侄子 亲兄弟 负责自己的保卫 那才行 要不根本就不管用 就这样也没拦住 随着这么一个演变 这个雅内都变成直系子弟了 所以官长之子 被称为雅内 实际是个官侄 高雅内呢 在原文没写 叫什么 咱也就甭给他起名字了 这个写法呢 我要说聊斋的时候 您就明白 你给他起名字 叫什么名字 也糟金这字 就怕有冲名冲信 哪位好比说 也叫这名字 跟他冲了名了 你这个听完了 心里不舒服 索性 作者就不给他写名字 反正他高求的 干儿子 高雅内就完了 哗哗太孙 您就知道这人怎么样 提龙架鸟 走拳打猎 根本就没有正文 最喜欢的就是 每天凑一帮人 喝完了 找姑娘 那找姑娘呢 也有秦楼教坊啊 花间柳巷 你到那儿花钱 你去花钱买醉 不就完了 不去 专找梁家女子 梁家女子 谁愿意跟他呀 那就施展 卑鄙下流的手段 被他霸占欺骗的 梁家女子 不计其数 也不管你有男人 没男人 今天他公然的就 那冬月庙 大白天 调喜 妇女 这在他来说 家常便饭 可没想到 碰上林宠了 林宠 搬过来一举 拳头一敲 高雅内 这拳头打不下去 为什么 他爸爸呢 正管着我 这怎么打 就这么一犹豫 高雅内可 就把他也认出来了 高雅内拿手一扑 林宠这手 我说 林宠 你干什么 林宠让他问住了 你因何调戏 良人妻子 你管得着吗 干你哪疼啊 撒鼻点 多出一口气 你不过是我爸爸 首先一条狗 那位说 这高雅内子这么横 好 他知道 林宠受他们家的请受 原文写大请大受 那也就说 吃着喝着 全是他们家高雅所给 那每天见着他爸爸 闭管头直 见着高丘 闭气不敢出 高雅内对于他爸爸 这些手下的关系 那都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敢这么说话 旁边大家伙 花可就围扔来了 大家伙一瞧高雅内 气挺粗 往旁边这么一站 这会儿都 乘起腰来了 林宠让他给气的 林宠说 那非之旁人 是我之气 不知道 大伙一瞧 嗨 林教头 您别生气 您别生气 我们闹着玩呢 哪能真把这位娘子怎么样 更何况是教头之气 牙内要知道 绝也不敢 不能够 您别生气 您别生气 牙内 您还站着干嘛 走吧 高牙内 一听是林宠的媳妇 也有点二愣 怎么 坏了 我还问人管得着吗 废话 人家媳妇人不管 也有点抹不丢的 林教头 回去回去 走了 林宠愣到这 林娘子顺楼梯上下来 锦儿过来掺住了 有什么意外的举动没有啊 那都未曾有 关上您哪乡去了 下杀为弃 不放誓 不放誓 这个狗才 打林宠嘴里头 也说不出别的 林宠心话说了 怎么是高牙内呢 这要换别人 非揍不成啊 正这么个结果眼 就听着冬月庙 庙门外头乱了 别让他跑了 我看看谁敢调戏 我弟妹啊 低了铁蝉杖 鲁蝉杖 打头头一个 后边 二三十个泼皮 可有仰仗了 呼拉一下 全闯到冬月庙里 比刚才啊 高牙内那拨人还写货 炸的膀子就进来 当先一人 擂着身 手托掺掌 林宠猛然间一回头 师兄 你来做什么 哪一个 敢公然 调洗我地位 先吃俺 三百铁蝉杖 三百铁蝉杖 本管台狱之子高牙内 被我身吃一顿 已然让他去了 啊 怎么不弄死他呀 他并不知是您的弟妹 出于一场误会 我今天要打了他 叠这句 你要注意 太狱面上 须不好看 这就是他 性格软弱的缺点 那他这个性格弱点 到最极致爆发 是什么时候 并不是逼上梁山 而是上梁山以后 到了火兵亡伦的时候 那才把压制多少年 家破人亡的这点 爆发到极致 您往后听林宠这一步一步的 好 受那几的 交投兵状的时候 急死了 所以林宠这种性格 导致他 现在愣看着高牙内走 没打 努着身一听 兄弟 咱俩是把兄弟不是 是 你大 我大 您大 那么是你听我的 是我听你的 自是余地听人兄的 追的 你怕的 我不怕的 连小代佬 今天全弄死 走 一挥铁台杖 振臂高呼 大伙跟着就要走 领头站住 师兄弟 忍耐了 已然让他走了 您弟妹又未曾沾了半根豪毛 他们并不曾裸造 不过说几句淡话而已 算了吧 你说这地方金生叛 批了一句 本来是他的事 他怎么能反过来劝鲁着身呢 鲁着身这种行为跟这种表现 实在意料之内 那么临宠这种表现是反常的 水火转 要读到这儿 那要让我个人认为 我不代表大伙 临宠这地方不够光滚 不够英雄 最起码你不能劝鲁着身 因为是你的事 你拉着他 完全可以大伙一块找高球便里去 这也不算抗上 你儿子办的这叫什么事 速来速往我就知道 你儿子在外面 惹着这些货 跟我没关系 我就不管了 好 闹得越来越大 连我媳妇都敢调戏 以后还谁不敢调戏 您管不管 你要不管 我可要管了 可以让他家在案管 说你互读的 我最多学王进 不干了不就完了吗 王进能走 临宠就不能走 不过去 临宠忍着 反过来劝鲁着身 师兄 回去吧 回去吧 哪天 我到太原子找您 咱们哥俩 喝酒 谈论武艺 也就是了 因为 捉径受了一点惊吓 我们可也就回去了 嗯 鲁着身心里这气不出 中泼皮一条 人家不让打 人家都不出头 您干嘛呀 这不够拿耗子了吗 得得得 大师傅 大师傅 您这酒劲喝差不多了 回去吧 回去 大家伙 架着鲁着 他别扭 高崖内还别扭 花开两朵 各表一只 按下临宠 咱且不提 单说花花 太岁 高崖内 到家里头 就犯愣了 他也有书房 他的书房 什么书都有 就是没看过 高崖知道不知道 他在外边胡作非为呢 知道 睁眼闭眼 不管 当然公开的 跟他爸爸说 我今天又抢回家一妞了 那他干老也不能同意 所以没把林娘子 弄到手 险些让林宠打一顿 他也有点后怕 回来也得压压惊 坐在书房 一人愤愣 一会儿又乐了 一会儿又愁了 茶不思饭不吃了 这帮天天哄着他的人 指他活着 就怕他不高兴 他是样子 他也高兴 随便花着钱没数啊 怎么着 咱们今天沾鸟去啊 沾鸟好啊 走啊 那咱们的那沾杆都坏了 得做几根新的呀 是啊 现在得多少钱呢 哎呦 您可不知道 沾杆现在贵极了 那竹子那都叫玉竹 那么一根要做膳 那卖好几千 您多么一整根 那得多少钱 一沾杆怎么也得六万八吧 才六万八呀 来十根 都要最好的 拿拿这一百万 先花着 他花钱没数 这帮人好分他这钱呢 就为哄着他骗钱 这两天 说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了 干什么都不去了 满脑子就是临降子了 那中有一个为首之人 叫干鸟头福安 这个人 可是他的心腹之人 您听这俩人 这外号又出来了 您这老季 这十八魁 花花太岁 高崖内是一个 还有一个 就是这干鸟头 干鸟头呢 是怎么讲呢 这因为是粗话 所以我在这就不给您执意了 您回去翻书去 就是了 干鸟头福安 那是高崖内肚子里的灰灰虫吗 崖内 不太痛快吧 知道还问 够我的心烦 因为什么不痛快 用你多问 不问我也猜得着 我靠着你够多机灵 我的心是你怎么会猜着 也不用那么三猜两猜 就一猜还是准就猜着 闲着没事 逗会牙签子 猜着要赏你个妞 我那么些妞 净玩腻了 给你俩 哦 谢谢 为了是 双目的那个 对不对 行 行 有点意思 哎呀 我要说不是吧 愣罚你 我亏心 您还有怕亏心的时候呢 哎呀 真让你猜到了 就为了林家娘子 哎 福安 叫你说 什么牛咱没玩过 在东京变梁城 吃尽穿绝 你说这两天 黑这浑身较劲 也不怎么 可能我就瞧上这 林宠的媳妇了 这小娘们 林娘子 哎呀 你说 别着急 这个您还至于犯仇吗 哎呦 哎呀 那您怎么了 也不是小的 我夸还好 我要想一条锦囊妙计呀 保管您把这个妇人搞到手 这厉害 不怕没好事 就怕没好人 那西门庆跟盘 您俩要没王婆成不了 各位 为什么老得拽着后边 跟您说 这地方福安出这招 太低级了 我一会一说 您听这主意真不怎么样 往后门 您听王婆出的主意 十分光 怎么就一分光 怎么就到底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施耐安家里出过什么事 他哪体验的生活 金平梅也罢 水浒传也罢 您就看 当然金平梅跟三国有一批 金平梅叫纸粉三国 那不光是十分光这个计策 后边计策是很多的 一个写的比一个好 等潘金连进了西门庆的家里边 那好 横拢地拉车 一步一个坎 怎么样化解这些个矛盾 勾着他打他 勾着他打他 最后全都掐败了 连西门庆外部这些 哪都不成 高人 那可以跟三国演艺 媲美的 一个计挨着一个计 但是咱就说水浒传 王婆在川真乙线上 西门庆跟潘金连通奸的 这一点上 写着就比 投了这不过是个铺垫 这就是深南岸高的地方 同样是出这坏主意 您别瞅 干鸟头腐案 有点文墨水 比后边这不认字的 茶馆的王婆踏远了 那高崖内 俩爷爷饭直 小贼 你说 你说 说出来 我重重的赏你 这要把他办到手 怎么都成 我有一个朋友 是心腹之人 现在也在老爷子 跟前听用 谁呀 就是陆迁 哦 小小的鱼猴 鱼猴怎么意思 鱼猴是侦探 在部队里 现在 您都懂 构个间谍的身份 他不是说 真正出击磁弹军情 他是个 头目人 这个间谍部门 陆迁是个 头目人 但是 在 泰域高求 会下 这个级别的人 很多 跟他同级别 或者说是 低级别的军官 那多了去了 为什么 这间谍工作 都是单线联系 他也于侯 他也于侯 他就 单管他那几个人 单线联系 横向的 并没有联系 都是纵向的 对上级负责 要不是间谍工作 没法干 所以 于侯 陆谦 在整个 经营 电帅 高求的麾下 并不是很出众的一个人 但高雅内 知道这人 为什么 高雅内 为了在外面 胡作非为 整个 把东京 变良城的势力 往全拨透露 什么人能惹 什么人不能惹 乃是他爸爸 乃是蔡精 乃是同贯的人 他都研究清楚 这儿才能任意的胡为 一提这陆谦 他知道 小小的于侯 他有什么用 你看 他和林宠 是好朋友 哦 而且他住这地方 觉得 就在咱们太育府 借饼 两家 可以夹道 跟您说 我把这个 陆谦找来 我把您这档子事 跟他一说 让陆谦在家里边 摆上一桌酒席 您提前 上陆谦家里边 等着去 到日子 我让陆谦去请林宠 约林宠 出来喝酒 可不上家喝去 上外边 购奔樊 樊 樊 这个在历史上有 您查去 是河南人 没有不知道 现在开封还有 在东京 汴梁城 有一个最热闹 繁华之所在 大酒楼 大商业区 就是这个樊 我让 于侯 鲁谦 拉着林教头 上樊 饮酒 中间呢 我在亲自购奔一趟 林宠 我见那林娘子说 我就说林教头喝多了 在陆谦家回不来了 我让他 上陆谦家里边 找林教头 林教头在樊 您在陆谦家 剩下的事 可就不用小的我 交给您了吧 哈哈哈哈 好 好 嘿 我没白花钱养活你 去 叫陆谦去 好嘞 您等会儿 出太玉府 一拐弯 绕后夹道 到陆谦家 啪啪一打门 于侯在家的吗 陆谦还真在家 打门一敲 呦 高崖内跟前红人 满面堆欢 哦 这不是 父兄吗 好说 好说 太玉府走一趟 哦 太玉换我有事 不是 崖内着你有事 哦哦哦 好 您容我换件医生 于侯 陆谦 公于心机 这个人 最深沉 一边换医生 一琢磨 高崖内 找我干嘛呢 不知道 想不出来 这才跟随着 国安来到太玉府 面见牙内 陆谦 陆谦 有一档的事情 我难住了 除非是你 换旁人 他还帮不上我 速长速往的 咱们哥俩 短亲近 不够这交情 可我就不知道 你乐不乐意 施予援手 帮帮我这忙呢 陆谦一听 这是哪儿的话说呀 哎呀呀那 但有吩咐 能小犬马之劳 不汤蹈火 在所不惜 您只管吩咐 也就失了 小失一桩 对于你来说 不费吹灰之力 福安 告给他 福安一听 哈嘞 这个 于侯 陆兄 没有多的事 咱们牙内啊 平生所好 就是九色二字 哦哦哦 是是 男人嘛 都这样 别的话就不跟你说了 看上一个妇人 她有丈夫 稍微棘手 在东京遍良城 还有牙内 跟您办不了的事情 这还真不好办 他这个男人 你认识 哦哪一个 林宠 哎呀 切入 于侯陆谦一听 林宠的 媳妇你们也敢惦记 想的林宠 跟我是好朋友 八十万进军 叫头跨去 马掌争枪 武艺了得 谁人敢惹呀 他的媳妇 你们也惦记 陆谦一听 这口碰不到 啊呀呢 停 不管呐 我不管明说 管别废话 现在想出一条计策 是怎么办 怎么办 你呀 给我摆下一桌酒席 按计而行 是你的便宜 倘若要是不管呐 我再找别人 呃 家内 遵命就是 这一回 以后陆谦 丧尽天良 把主意拿掉 他三人射击 引出 下回出 那林宠的 他要带刀误入 伯虎 接他 伯虎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